山木山的湖海路过去就车祸频传 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名72岁的老翁 不知道什么原因 骑着机车直接撞上停在路旁的卸货小货车 案发之后 小货车竟然以送货为由离开了现场 老翁经过急救捡回了一命 不过警方现在要追究货车的肇事责任 案发现场只剩下一辆车头撞得粉碎的机车 还有老翁留在机车踏板上 已经断成两级的拐杖 目击者表示 上午8点多钟一辆送货的货车 抵达这家牛排馆前方 罗姓司机将一箱箱货物网店里面送食 证明70多岁的黄姓老翁 突然从后方追撞上来 当场血流如注不省人事 小货车说不是说他看到 送菜的一个货车司机在路边围停 然后围停之后在刚好有一位 在早上有来这边运动的老先生 年约73岁 在返家的时候可能就不胜撞击到后车尾 现在这个老先生已经送医急救当中 70多岁的黄姓老翁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经过送医急救之后 目前恢复了心跳 现场机车残骸散落一地 显示撞击力道猛烈 当地的商家表示 湖海路一带车祸很多 但是这个现场还是第一次发生 造势的司机案发之后 还以送货为由离开现场 警方除了传唤他答案说明之外 也将调阅监视器 理清案发的真正原因 记者黄绍明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